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表示 华为是一家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竞争对手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表示 华为是一家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竞争对手 Yahoo! US! 美国公司NVIDIA的首席执行官Jensen Huang表示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是该公司在生产最佳人工智能AI芯片方面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尽管美国对向中国销售产生了障碍 但Wang表示 NVIDIA致力于遵守贸易法规 并将继续为中国市场提供新产品 中国在历史上占NVIDIA销售额的20% 该公司必须应对日益严峻的中美贸易紧张局势 定义人物与事件影响 华为AI芯片竞争的定义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和智能终端提供商 近年来在人工智能AI芯片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华为的AI芯片 尤其是其旗舰产品麒麟系列 已经成为智能手机和服务器市场的重要力量 这些芯片的设计旨在提供高效能 低功耗的计算能力 满足日益增长的AI计算需求 随着华为不断推动AI芯片的研发和应用 该公司已逐步成为全球AI芯片市场的重要竞争者 NVIDIA中国市场销售 美国NVIDIA公司 作为全球之名的图形处理器 GPU和AI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 长期以来在全球AI芯片市场占据领导地位 NVIDIA的GPU被广泛用于高性能计算 深度学习和数据中心等领域 在中国 NVIDIA的业务占其全球收入的重要比例 根据詹森卫的说法 历史上约占20% 中国市场对NVIDIA来说至关重要 不仅因为其庞大的市场规模 而且还因为中国在AI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创新 美中贸易紧张对NVIDIA的影响 近年来 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对包括NVIDIA在内的多家科技公司造成了影响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出口控制趋炎 对于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尤其如此 这些政策限制了NVIDIA向中国市场销售 其高端AI芯片和相关技术的能力 进而影响了公司的收入和市场策略 詹森和韩谈华为竞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 NVIDIA的首席执行官 詹森·华恩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华为的竞争关注 他承认华为在AI芯片制造方面的实力 并将其视为NVIDIA在生产最佳AI芯片方面的强大竞争对手之一 华恩的这一表态不仅反映了华为AI芯片的技术实力 也暗示了全球AI芯片市场竞争的加剧 NVIDIA遵守贸易规范 面对美中贸易紧张局势 NVIDIA采取了遵守贸易法规的策略 公司致力于遵循美国政府的出口控制规定 同时努力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 为中国市场提供新产品和服务 NVIDIA的这种做法旨在平衡商业利益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 确保公司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维持竞争力 结语 综上所述 华为和NVIDIA在AI芯片领域的竞争 反映了全球科技市场的动态变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 两家公司都在寻求巩固和扩大其在AI计算领域的影响力 同时 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为这场竞争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未来NVIDIA和华为等公司将继续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同时 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华为推出的AI芯片在性能和成本方面如何与NVIDIA在中国市场的产品竞争 华为AI芯片的发展历程 华为在2018年10月发布了旗下首款AI处理器 升腾910 Ascend 910 标志着其正式进入AI硬件市场 升腾910被设计用于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服务 其性能定位高于市场上的普通中央处理器CPU和图形处理器GPU 专门针对AI工作负载进行优化 华为宣称 升腾910在某些AI任务中的性能超过了同期市场上的竞争产品 性能比较 在对比NVIDIA的产品时 华为升腾910在某些AI推理和训练任务中展现了卓越的性能 例如 在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 升腾910提供了高吞吐率和低延迟的计算能力 然而 NVIDIA的V100和后来的A100GPU在深度学习训练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 这得益于极广泛的生态系统支持和成熟的软件工具链 成本效益分析 华为 AI芯片的成本效益是其主要竞争优势之一 华为利用自身在通信领域的技术积累和规模化生产能力 降低了 AI芯片的生产成本 这使得华为能够以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提供其 AI芯片 尤其是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客户而言 这一点尤为重要 市场竞争策略 NVIDIA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深远 其 GPU广泛应用于 AI研究 商业和工业领域 为了应对华为等本土竞争者的挑战 NVIDIA不断推出新产品 并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和技术支持来巩固其市场地位 同时 NVIDIA也在积极适应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 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贸易政策的影响 美洲贸易紧张对于双方公司的竞争策略产生了影响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出口限制 使得华为在某些情况下难以获取NVIDIA的最新技术 这促使华为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 以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 相反 NVIDIA则必须在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同时 寻找新的市场和客户群体 结论 总体而言 华为推出的AI芯片 在性能和成本方面 为其在中国市场上与NVIDIA形成了有效竞争 华为的AI芯片通过提供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 满足了中国市场对本土化 高性能AI计算的需求 然而 NVIDIA凭借其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广泛的合作生态 仍然保持着在AI芯片市场的领先地位 未来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这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美洲贸易紧张局势如何影响NVIDIA在中国的业务和市场份额 引言 美洲贸易紧张局势自2018年起不断升级 对全球科技产业链造成了显著影响 作为全球领先的图形处理器和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 NVIDIA在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份额 然而 贸易紧张局势对其在中国的业务运营和市场份额产生了重要影响 贸易政策的变化 2019年5月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 禁止美国公司未经政府许可与其进行交易 此举直接限制了NVIDIA等美国科技公司向华为等中国企业出售关键技术和产品 包括AI芯片等高端计算组件 业务调整与合作模式 面对出口限制 NVIDIA不得不调整其在中国的业务战略 一方面 NVIDIA开始寻找替代的销售途径和合作伙伴 以减轻对单一大客户的依赖 另一方面 NVIDIA加强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合作 例如与阿里云 腾讯云等云服务提供商合作 以保持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连续性 市场份额的波动 随着贸易紧张局势的发展 NVIDIA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出现波动 一些中国企业开始转向使用国产或其他国家的替代产品 以规避潜在的供应链风险 此外 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进一步增加了NVIDIA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压力 技术自主研发的加速 贸易紧张局势也促使中国企业加快了自主研发的步伐 华为等公司投入巨资发展自由的AI芯片技术 旨在减少对外部技术供应商 特别是美国企业的依赖 这一趋势对NVIDIA等外国科技公司 在中国的长期市场份额构成了潜在威胁 合规与未来展望 NVIDIA在遵守美国政府的贸易规定的同时 继续寻找在中国市场合法经营的空间 公司致力于遵循贸易法规 并通过创新和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来适应市场变化 尽管面临挑战 NVIDIA仍然致力于在中国市场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 通过合作和技术许可等方式维持市场份额 结论 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对NVIDIA在中国的业务和市场份额产生了深远影响 NVIDIA通过调整业务战略和合作模式来应对贸易政策的变化 并在合规框架内寻求在中国市场的新机会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 NVIDIA的技术实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将继续是其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资产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经济学家、专业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专业、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的是华为和NVIDIA 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竞争 以及美中贸易紧张局势 对NVIDIA在中国的业务和市场份额的影响 首先 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和智能终端提供商 近年来 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华为的AI芯片 特别是其旗舰产品麒麟系列 已经成为智能手机和服务器市场的重要力量 这些芯片设计旨在提供高效能、低功耗的计算能力 满足不断增长的AI计算需求 而NVIDIA作为全球知名的图形处理器和AI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全球AI芯片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在中国 NVIDIA的业务占其全球收入的重要比例 根据NVIDIA首席执行官Johnson Wang的说法 历史上约占20% 中国市场对NVIDIA来说至关重要 不仅因为其庞大的市场规模 还因为中国在AI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创新 然而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给NVIDIA在中国带来了重要的挑战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出口控制趋炎 对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尤其如此 这些政策限制了NVIDIA向中国市场销售其高端 AI芯片和相关技术的能力 进而影响了该公司的收入和市场策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 NVIDIA首席执行官Johnson Wang在公开场合表示 华为是该公司在生产最佳AI芯片方面 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这表明了华为AI芯片的技术实力 也暗示了全球AI芯片市场竞争的加剧 华为AI芯片在性能和成本方面 与NVIDIA在中国市场的产品竞争如何 华为的AI芯片通过提供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 满足了中国市场对本土化高性能AI计算的需求 然而NVIDIA凭借其深厚的技术积累 和广泛的合作生态 仍然保持着在AI芯片市场的领先地位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这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最后我们需要关注美中贸易紧张局势 对NVIDIA在中国的业务和市场份额的影响 NVIDIA通过调整业务战略和合作模式 来应对贸易政策的变化 并在合规框架下寻找在中国市场的新机会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 NVIDIA的技术实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 将继续是其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资产 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